你来到崇敬坦白 我是欧崇敬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两岸三地最副盛名的总编辑 他是郭一鸣 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我们知道赖兴德现在深陷在一个 所谓的背叛民进党 而且做双面蝶的角色 这个专案在2019年曾经出现过 叫做春风专案 当时出现了以后 赖兴德立刻扶手称臣 立刻与蔡英文只好搭档成正副手 一起参选大选 而这下春风专案竟然又浮出台面 这次还不得了 还把代号给出来 也就是5041了 但这个事情 经过我们几个节目联手的爆料 包含郭总编宁的节目 也一起参与爆料的过程里面 竟然台湾有特务单位 约谈了我们其中的一位好朋友 说为什么咱们会知道这么多 并且他说他们原来要启动的时间 是在六月份 为什么我们提前启动了 他们质疑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要帮助赖清德 但是怎么横看树看 郭总编您或者是我 欧崇敬都不像会帮助赖清德的样子 对他从来也没说过半句的好话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到底何以故啊 为啥咱们提前在五月爆料 但我要问的是又何以他们坚称 要在六月才爆料这个5041 赖清德的特殊身份的 郭总编您的解读 欧教授您刚才讲啊 这个关于这个内幕的事情啊 从我个人对于台湾的这个选情的观察 我从来一直都如此 就是我是一个花生友 在香港花生友是什么 吃花生看戏 就是觉得好玩 隔岸关于选情 或者我直接到现场去看 这都是一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啊 确实带来很多的这个 错综复杂的这个 这个各种利益啊 交织在一起 各种势力的交织 所以这个赖清德和蔡英文的 这样一个关系 蔡英文出手 春风专案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相信除非己莫为了啊 总是啊 你再怎么保密 最后也会被露出来 所以我相信像像欧教授啊 像这个张有华啊 像其他的一些台湾的一些名嘴 或者说一些这个媒体人 他总是会挖出一些 从蜘蛛马基里面 挖出一些 挖出一些来 那这一点呢 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 恰恰说明 这个蔡英文当局 确实有这个 这个计划在 就是借助 春风专案 然后爆料 然后要从背后 可能要对 有对一个某一个人不利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时候 更加暴露他和赖清德之间的心结 这个心结已经到了 要借助特殊的手段 来加以清除的这样一个地步 这也说明了 在政治上真的是非常的 到了关键的时刻 真的是六情不仁 到这个时候 无论是你是同一个党派的人 你是这个曾经的这个搭档等等 这一切都不会被考虑 所以爆料 说到五月份也好 六月份也好 无论如何 就证明一点 这个事情 这个专案的 背后的这个操守 这个这个背后的黑手 就已经呼之一出了 郝教授 您的认为啊 他们坚称说六月 才要做这个总爆料 他们是不是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也就是说 当六月一爆料以后 整个延烧到七月 正好呢 赖清德是不是到七月底一完蛋 八月份呢 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候选呢 也就大概就是陈建仁了 那时候呢 从八月间的选到 十二月底一月时间 还正好差不多 你认为他们是不是基于一个 要彻底把他打垮 以及还有一个整个时辰的布局 也就是说 不让赖清德有任何的准备机会 才会告诉我们说 他们要六月 是不是请我们稍微 滞后一些再爆料 您的看法 郝教授 从我对台湾选举的观察 特别是像蔡英文 他一方面 现在是要对外 要和蓝莹打 对内 他要清除自己 不喜欢的这样一些人 来作为接班人 那么因为迫于这个 党内的这样一个现状 所以这个也现在让赖清德 已经正式成为候选人 但是这不是他的 不是他心目中有要的人 于是呢 这样的一个整个的 这样一个操盘的剧本呢 应该是早都已经写好了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 作为蔡英文 他坐在这个大位上的 也是必然的 他自己不一定 亲自写这个剧本 但是手下会帮他写 所以放在五月份六月份 这个就是所谓timing的问题 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一定这样一个时机 一定不是一个孤立的操作 一定是一套剧本 有一套的这个 一环靠一环的这个动作 不仅仅对内清理 也要对外这个反击 这个我想呢 六月份也很快了 我们就会看到六月份 究竟蔡英文要出什么牌 那我在简短里请教您一个问题 那么郭台铭啊 以及靖哥刚才所爆料的 这个疫苗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看作是 赖清的阵营跟新潮流阵营呢 对于蔡英文他们这个春风章案 5041这个案子的一个反扑 想要把这个局给打乱呢 您的看法 您说的对 我根据我的观察 在这个疫苗风暴 现在已经行的风暴 对于这个蔡英文当局 应该是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我看到赖清德 似乎袖手旁观 甚至可能另有所图 这种合理的推论的话 那么有可能 他是想借力打力 好的 感谢郭总编的详尽分析 我们在后头 继续与郭总编 捧着花生米 来看这一场内斗大戏 感谢郭总 谢谢 再见 Q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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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